开口就直接能利人 相当相当的重要 佛流经典度众生 佛当年如果没有开进口 留下了八万四千的法门 我们今天要怎么学佛修行呢 除非就是有大福报 追随在佛的身边 为了佛法自立的 利利他而练讲 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 也很值得 也很有功德力的事情 我们看我们从小到大 开口伤了多少人 讲了多少不该讲的话 造了多少口验 欺骗妄于恶口等等的 难得这个嘴巴张开 可以讲佛法 讲善事 可以宽慰人心 可以导人入正觉解脱道 那是无上的光荣 所以这个人生在世 世俗在讲 这个女人 她舍抱了以后 火化的话 这个嘴就烧不烂 死了以后也烧不烂 为什么那嘴巴太爱乱讲了 讲说事倒非 碎碎念 台面上讲台面下讲 人前讲人后讲 没事也在那边乱讲 男人就是眼睛会烧不掉 为什么男人眼睛喜欢乱看 看不该看的事情 这个就是民俗的笑话 不过也是给我们有一点警惕作用 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来练讲 好好的来利益众生做准备 但是我们这练讲 跟社会上的演讲是不一样的 那在社会上很会演讲的人 在道场 他的属性跟社会的演讲 那就是差别在哪呢 道场的演讲 你不一定要能够口若悬河 能够用词潜质 都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高深 那或者觉得是相当具有学术性 道场的演讲 你只要是很真诚的 很分明的 把你所修所学的心得 那无私的正确的 传达利益给大众 就是他的阻止 佛法要传承 如果靠文字传承 那就是 没错 文字传承可以有着长远性 比如说经典 但是如果要及时的 比如说你要利益你的好朋友 我送你一本书回去看 有的时候看完好几天 有的时候他根本不想看 有的时候他说 看书 我看了就觉得不生动 很无趣 很无聊 那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辩才 或者你的表达很清楚 很生动 可以很射受他 而且可以看你跟他交谈的因缘 广色善巧方便 来触及他的内心深处 进而能够开解他的无名 让他可以发心 去向解脱道 所以列讲是非常重要的 人生在世 我们的嘴巴不能讲佛法 那你讲其他再好的事情就有限了 对不对 这再好的事情就是 你这人有得好心 你哪有才有福气 你竟然才友好 等等 世间善 对不对 就没有办法帮助众生 那破迷 归绝 去入 无上的佛道 充其量就是用这个口头啊 跟人家交际 互动 有的时候有比较良善的 劝话 导引 如此而已 那你如果这个学佛 很用心 那练讲练得好呢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益人 乃至陌生的人 乃至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你都能利益鬼神 同时呢 他可以消去你 无量无边的口业 你在嘴巴以前骂人 空尾敢考试 敢生 敢臭 敢酸 敢骄 讲那种挑拨离间的话 缺德的话 上不了台面的话 害人家去自杀 让人家发疯的话 让人家讲了 让人家哭好几天 痛苦的那种话 那这个业怎么消呢 怎么消 去跟人家说对不起 就消了吗 那只消一点点 忏悔很重要 还要能弥补 就是用你的嘴 就是我们的语的功德 去传达正确的佛法 所以你看到不同因缘根气的人 小朋友 他说你来了 这一本漫画给你 他看一看 哎呀叔叔还给你 为什么还给你 我是国中生啊 你这本漫画是小学生在看的 我没兴趣 你又要找到日本 你吃病了 就比较慢了 没有办法及时性的立中 那所以你练讲 讲得好呢 在道场也好 在家里 在公司 在任何地方 只要有机会 你就可以立一人 所以在外面演讲 当然你有很好的底子 有很好的根底 有很好的经验 那来到道场呢 你就可以在道场 慢慢的学习 同修之间互相的切磋勉励 互相的来检讨改进 你看我们这个同修在练讲的时候 有的他在外面 社会上当老师 或当这个很会行销的业务员 当讲师 那他在我们道场请他练讲 他不一定有把握 或者他就是会缺畅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法 知识 见文的传达 跟佛法 你的所修学 从内心流露 要来跟大家 争议 广结善缘 那是截然不同 后者不但珍贵 而且不容易 一个没有实修的人 他可以讲得天花烂醉 但是他在道场开不了一句话的口 你一个业务员 一个演讲家 他都没有修德 他在特定的场合可以讲的 哇 大家满场都给他鼓掌 他在道场 对于很多的修行 他讲一句就错 讲两句更错 讲三句就说你不要讲了 所以修行跟世间法是不同 所以你一个学佛的人 你可以好好的去练 好好的去整合你的修行 一直自我要求 一直去思维 一直去观察 怎么样可以正确 无误 随机 让人家听闻 受用无穷 或者开解了他的无名 启迪了他的本具的清净智慧 你用心在这里 人生绝对有价值 你做一个知名的讲师 到处去演讲 顶多你赚到车马费 同时也造了很多的口业 因为我看这些知名的讲师 他为了演讲有效果 有的时候要讲一些 不大恰当的笑话 不大恰当的话他要不爱听 对不对 你看这个很多的知名的隐心 他要脱口秀要演讲 他不讲黄色笑话谁要听 这个歌手 他知名的是什么 他就是很会讲黄色笑话 对不对 还有人把它拍成专辑 从头到尾很会讲 那无形中 就是有的时候对一个修行人 或者是一般人来讲 不知道的人来讲 都不是一件好事 在无形中 自己的口也都会种起来 所以你在嘴巴展开 能够讲佛法利益别人 在人家的生命根本处 去帮助到他 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帮助到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